來 各位 現在目前的話 我們BLABLAX已經出到21號了 經過我多熱的測試之後呢 讓大家看一下什麼叫做 終極改造 再現巨生的光景 今天我要來講一下就是這兩顆好不好 我要先說一下 這兩顆啊 如果講一下你想要上位的話 對於攻擊型的掌握又不太熟悉的人 想要打得輕鬆一點的人 跟我一樣就是想要玩得鬧一點的話 今天你可以參考看看好不好 我個人覺得現在目前1到21號嘛 像這樣出下來 撇除在一些就是那種額外配件什麼把手發射器之類的 整體的下來有兩顆絕對是必傷 就是我們這兩顆好不好 惡魔雙煞 第一顆的話 鐮刀的部分到現在還是太強了 像我們那天測試完畢重呢 其實說實在的 鐮刀我個人覺得還是比較可以counter我們的鎖鏈的部分 因為呢鎖鏈雖然它本身很強 但是面對上鐮刀時 確實還是比較吃緊一點點 畢竟本身鐮刀形狀屬於4個嘛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整天玩下來這顆我覺得感覺上還是沒有辦法下場 反正這遊戲是3對3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兩個同事上也是OK的 因為本身它是私人嘛 所以我把它配一個比較恐怖的 上市下市的配置 60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畢竟你3對3了嘛 那該上的強大零件都要上啦 所以呢60我覺得一定是500%搭配這個進行使用 然後呢4的原因是因為本身它是4刃嘛 再配上這個4 會讓它穩定度再上一層囉 上市下市這個配置絕對是非常非常可怕 非常穩定 如果你真的很怕自己 一下子就會飛走心理陰影的話 我覺得上市下市比較適合你 如果假設你對於飛出去沒什麼陰影 想要打一些比較激進一點的話 我覺得可以換3 換成3它就變得比較不穩定一點 你只要力氣夠大 只要突破那個界限值 它就會變成一個微攻擊型 剛開場時可能會給你一兩發的 AK STORING FINISH 的機會 這個配置我從一開始 因為它現在還是沒有辦法替換掉 有啦唯一替換的零件就是我們 軸線的部分 我把它改為歐軸的部分 它配另一個軸比較強悍啦 就是原本那一顆 你3對3還是要考量到 就是一些Counter問題 跟一些平衡度的問題 就是你至少讓每顆有一定的強度 上市下市這兩個配起來 真是太可怕了 所以呢 我所幸就是直接配個比較弱一點的歐軸 反正歐軸全力空 我覺得也是不會輸B啦 所以呢就看個人啦 如果你想要穩定的就換這個走啦 所以呢這個化成是第一個惡魔鐮刀的部分 這個之前最強的篇已經講過了 頂多只是換個歐軸 所以它的概念性質一樣 我覺得我不再多贅述好不好 今天的重點絕對是第二顆 鎖鏈的部分啦 鎖鏈的部分的話 雖然說它本身是鐮刀進化型嘛 但是我個人覺得 它這次進化成五刃 其實應該說來是十刃啦 下五上五這樣 但是主要還是看下五的部分 我覺得五刃 要加上它其中一個刃比較突起嘛 昨天有講過 也因為它本身這樣的特性 所以導致它本身 整體的就是不穩定啦 我有試過五搭五這樣子 就是上五下五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穩定度還是沒有很好 這顆我把它搭配下盤的部分 是搭配我們的三八十這樣子 反正既然都要不穩定 那不然我們就直接選一顆爆裂率最低的好不好 就是選一個三的部分 啊為什麼我選八十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就是這一顆噁心的東西好不好 因為我個人覺得 至少要讓這兩顆可以五五開 不然假設假設假設 你遇到跟你一模一樣的人時 你會非常的麻煩 同樣打同樣就是靠賽靠運氣 而不同時又怕完全Counter的一個問題 因此呢我這邊的話是選擇 將底盤給拉高 從60拉到80 至少拉有點壓制力在尾速時 拼板 然後並且上面這邊的話 是直接帶我們的一個 歐軸上位版的一個軸 我覺得這個軸比歐軸強啦 但是有一說一啊 就由於本身上盤的問題 這個還是比較穩定 所以呢 就算這個使用歐軸還是可以打敗這個 但是至少我把它拉到 至少可以三七開的一個地步 我不敢說四六 但至少是三七 所以呢為了應對後續的一個鐮刀 因為我覺得鐮刀後續上 一定會一直出現 為了應對鐮刀 因此呢我才把這個配件比 配得比較豪華一點點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隊伍平衡比啊 就是你至少一定要讓 每顆陀螺至少一戰資本 反正它上盤本身夠強 那我們就把下面削弱一點 把點數點在這上面啦 這個算是我個人覺得 鐮刀最穩的一個打配 但是我完全說起來啊 有鑒於為了打鐮刀 我們這樣設計 這樣一個大圈就是 你遇到那種超低超攻擊 你會非常的危險 這個沒辦法 因為本身80的特性 所以呢今天 我們覺得我們打鯊魚 可能會爆裂 大家要先做好新準備 如果你真的真的很不敢的話 你就把這個壓回60 這個話就是我個人覺得 鎖鏈最比較平均的配置 我不敢說完美 但是至少平均度還是很夠的 目前如果假設G3系列賽事的話 這兩顆 你想要上位 然後面對攻擊型 你又比較苦手一點的話 就上這兩顆吧 不騙你 真的不騙你 我知道第三顆 大家還是會苦手 所以呢我這邊還多設計個新的賽制 就是我們等一下這兩顆 會以成套的方式進行戰鬥 畢竟這顆我們當時已經測試過嘛 他就好像進入所向無敵 非常可怕 所以呢我們今天的主軸 是把這兩個銅捆成套 先由我們的鎖鏈出戰 如果假設真的鎖鏈很不幸 在某一場戰鬥出時 就會更換成我們的鐮刀的部分 銅捆將近一個打擊這樣子 今天打的對手 就像都是我個人覺得 每一顆頭的頂配 好不好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只是如果假設我真的要上那一頭 我可能大概會這樣配 然後並且對付這兩個惡魔雙殺 所以呢如果假設今天在打的配置裡面 你有很喜歡的話 其實你已經可以直接拿去當第三顆了 並且呢 因為我們是要打比賽版本的 所以呢 每個人都只有一次機會 不管是擊飛、暴力 還是AK STONE FINISH 轉停也是 反正只要 一結束就結束好不好 不會打什麼四分這樣子 並且這樣真的打太久 所以呢 我們就來試試看 比賽制的情況下 大概打起來會有什麼感覺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我們的惡魔雙殺X 加一個X10也比較酷 整體能打起來的感覺 大概是當怎樣 X 第一顆的話 是我們的魔導幻璃對上我們的惡魔鎖鏈 高的一個配置來進行一個壓制 來321GO 整體炎的話 基本上我們應該是穩定的一個狀態啦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畢竟對方是使用一個 比較偏向一定中的一個軸 啊我們剛好的特性差不多 但是整天尾速變在常態 加上我們的上彈威力也比較威猛一點 所以呢 基本上打魔導幻璃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可以輕輕鬆拿著一下 對方只要先開場 並幫我們擊飛 基本上 對 對方就沒救了好不好 無鎖鏈 整體還是比較緊張一點點 因為有還沒戰敗 所以繼續 然後呢 它的配置 它更變成為為我們的360啊 哇 使用低 然後防禦型這樣的配置 來321GO OK 整體呢 基本上就是蓋 情況差不多 但是其他蓋使用的那個走的 比較容易把我們擊飛啊 這顆就比較還好 畢竟走的特性蠻相似 除了一個大爆擊啊 基本上 我個人覺得鎖鏈應該是屌打了啦 老實講啦 有發現 魔導幻璃的轉速是大幅度的下降 但基本上對面是毫無招架之力啊 我覺得這一局有可能會發生 會不會機會有可能發生就是 我們的 鐮刀都沒有辦法站長啊 畢竟鎖鏈真的是蠻強的 這一戰的話就算是由我們的鎖鏈獲得勝利 X 我們第二顆隨機骰到就是我們的蒼龍利刃啊 哇 這方是掃用一個 極具撕扯性的一個配置啊 非常的可怕 來321GO 這方兩邊相處是大爆手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蒼龍利刃好像 哇差一點點 說過於本身鎖鏈的一個強大的重量啊 所以呢 稍微把那個擊飛壓制住啊 OK我們的蒼龍利刃的話 基本上它的配置 或是改成一個反擊流的一個配置 去應付我們的一個鎖鏈啊 畢竟它的認數比較多 靠賽一下還是有機會 321GO OK 基本上 完了 什麼鬼 最近我可能要看VCR 但是我個人覺得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剛下長時 可能下盤被A到一下 畢竟它的6任真的是很可怕 結果A到那一下 直接把我們A到人眉了 最近的話請跟大家抱歉一下 我剛好沒有兩個歐走啊 所以呢我這邊的話 只能先暫時讓我們的 鐮刀桿這樣配置啊 進行的測試 沒想到鐮刀重快的上場 321GO OK 然後我們沒救個測試啊 哇 完了 哇 好恐怖喔 但是呢 蒼龍利的感覺 整天還是比較吃力一點點啊 雖然說那個回彈力很猛 但是面對到4.4的一個等級的配置 對方才太穩定了 果然前兩下沒出去 幾乎就沒救了 整天 他的重量級距離還是有點偏輕一點點啊 X 來 我們的惡魔鎖鏈對上我們的獅子啊 哎唷 獅子的話 將要是搭配這個軸 這個軸讓他下場時 會有一個比較充分的一個擊飛能力 然後到中後段也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穩定性啊 我們來測試看看吧 321GO 好 這可說是5對5的一個對戰啊 5任比10任 這都可以稍微證明一下是鎖鏈比較厲害 還是我們的獅子比較厲害一點點啊 整天看起來還是有點平溫窮色 但是我個人覺得獅子的轉速下降真的比較多一點點 鎖鏈整體呢 因為他比較油膚一點 還是比較穩定啊 同樣是5任 其實應該是10任啊 感覺獅子的上位就是我們的鎖鏈我自己覺得 一樣 同樣是我們的獅子 然後配置的話是改成我們的攻擊型配置啊 就要拚一個擊飛流啊 來321GO 好 現在都打歪 但是 現在目前的話 嗯 感覺好像都被鼠人掌控住了 完蛋了 好厲害吧 OK 基本上沒救了 哈哈哈 好吧 獅子整體還是比較差距一點點啊 OK 差不多 X 好死不死 我們現在就遇到我們的盾牌 盾牌的話 本來是我預定的第三顆啊 我們現在目前第一個配置是打盾的原裝 其實盾的原裝就算超級厲害了 321GO 好 完了 看來這個真的要慎選一下啊 巴士真的還是有點風險高啊 來我們的鐮刀VS盾牌啊 經典對決 321GO 我真的傻眼耶 怎麼會這樣 哇 這個盾牌太可怕了吧 盾牌已經快變我的心魔了你知道嗎 怎麼那麼恐怖啊 鎖鏈對上盾牌 攻擊型的盾牌喔 好其實應該是平衡型啊 來321GO 口氣 有沒有盾牌 一開始想要來 應該都會變成群張 卻沒有動甲 第二次 哇這時候已經整得完全沒力了 基本上現在已經是進入我們鎖鏈的一個節奏 OK 現在目前的話 OK 盾牌應該是沒救了 稍微可惜一點點啊 盾牌那一發的話 我個人覺得角度是對的 但是呢 剛好我們的鎖鏈啊 就是整天再斜一點點 然後用它的軸把自己彈回來 啊這個也沒辦法 這就是命啊 這個盾還是很厲害 但是就是可惜一點點 X 好啦 我們一樣對付一個非常難纏的一個對手 原裝的一個鎖魚啊 雖然配色不對 但是它就是原裝好不好 這個是超攻擊型的一個配置 來321GO OK 一開掌的時候 我們的鎖魚直接被打歪 哎呀 一個暴擊三隻 可惜沒有中 哇 下盾被勾到啦 哇 這個真是太曬了你知道嗎 停藉這個超低配置 硬生在最後時刻 刷到我們的底盤 直接讓我們爆裂啊 來我們的鐮刀 對來我們的鎖魚啊 哇 這個真的很難纏 但是我們這局壓到60應該沒問題了 來321GO 來 哎唷 沒有今天在過年啦 哇 怎麼又被刷到底盤了 起跳直接人眉了耶 我只能說氣場太強 X 反擊的始祖來了 好不好 我們的蒼龍神劍 我也好久沒玩了 321GO OK 今天到我們的蒼龍神劍 上去反擊了 乖啊 可惜 這把該盾跳起來 直接非常非常的可怕 等一下再小手摸一下 我們就走啦 結果呢 今天我們還是非常非常穩住了 在面對到蒼龍神劍的 無限反擊情況下 我們還是穩穩的拿下這一局 基本上還是很穩定的 我覺得還是要射擊一下 感覺80還是真的太高 感覺可以換回60啦 再戰 這時候要使用3加3的一個超低攻擊配置啊 非常可怕 來321GO 哎呦好恐怖啊 OK 哎呦 剛剛每一張都防住了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 剛剛威脅的狀態 哎呦 我運氣很好耶 我們的 鼠獵之王每一下都是 斜面剛好丟到他 斜面剛好丟到他 上盤丟到他 上盤丟到他 沒有讓我們的 蒼龍有意思的機會啦 果然這個配置還是鯊魚的厲害 X 下一局啊 是我們最近的一個犀牛啊 畢竟他上完長這麼奇怪 所以我決定配個T啊 感覺應該玩起來蠻有趣的 321GO 哇耶 這個超級石頭重擊啊 可惜沒有被轟住 哇 不如說 這個石頭每下的攻擊 打到我們石頭 快不能自理啊 轉速大幅度下降啊 但是呢 自己也大幅度下降 不如說他的形狀 我拿來玩攻擊 這好恐怖哦 X 再來是我們的王蛇鞭尾啊 也是招牌配置啊 主打一個體積拉伸 然後使用我們的利牙的一個配置啊 來321GO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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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 哇 他嚇死我啊 基本上下目前兩邊的穩定度 我們的 鎖鏈基本上一直框 無法生活不治癢 OK拉回來了 下目前兩邊的話就是拼 毀碎部分 但是我們的毒牙瘋狂的下壓 讓我們的鎖鏈是無法招架 但是我們的毒牙好像有點不穩的 嗯 其實我本來以為毒牙會引起來就 果然這個走完還是有點吃力 X 我們的鎖鏈 對上我們的長槍 基本上 我們的長槍也是使用一個非常恐怖的踢配架 這個長槍真的很可怕 來321GO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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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唷 哎唷就走了 基本上下還是屬於比較穩定的狀態 但是我們的長槍好像已經進入最後的階段了 但是他感覺還是非常的強 哎唷 基本上把我們的鎖鏈打歪 哇 長槍的攻擊速度真的是有機會把人家打歪啊 很可怕 隔了那麼久終於再次上場了 來321GO 喂 喂 畢竟我們就是主打一次嘛 要被擊配我也沒辦法 這個擊配就是命好不好 X 鐮刀對上鎖鏈 基本上這個就是最難纏的一戰啊 我這個配置就是專門想拿來打鐮刀 但是我覺得鐮刀還是會贏 321GO 這邊的話我們就稍微 計分 我們這個的話就稍微恢復一下 就是計分機制啊 321GO 哎唷 今天我們的鐮刀是 不對不是鐮刀是 我們左邊比較不穩定一點點 因為本身它五彈的一個特性啊 所以比較不穩定 但是我們的鐮刀是採用一個四四搭配 就是盪四下四 所以呢真的也是非常的穩定 非常的恐怖一點 一步一步侵蝕它的對手啊 OK 現在目前的話 已經進入最後一個尾聲了 我們的鐮刀成田 它的轉速還是非常非常之高 我們的鎖鏈花非常的不穩定 現在基本上應該就是等輸了 好 現在應該就是最後階段了 稍微可惜一點點了 OK 鎖鏈 好 這就是鎖鏈 再見 321GO 我們鐮刀的話 今天這次再激進一點點 要稍微去閃躲對方啊 然後呢 我們的鎖鏈的話 一樣是對他的激進 想要攻擊我們的對手 但是呢 基本上一下都被我們的鐮刀給防下來了 哇 鐮刀整體還是很穩定的一個狀態啊 但是呢 鐮刀蓋之後撞兩次了 墻壁 所以轉著下來就有點快 現在對我們的鐮刀 還是整體 不對 不對是我們的鎖鏈對付的鐮刀 基本上下已經幾乎尾聲的一個階段 兩邊的轉速都非常非常之低 現在看誰比較穩定一些的啊 完了 蓋一下重擊導致我們的 鎖鏈整體有點歪掉 哎呀 可惜了 321GO OK 下輸前我們開掃的話 我們的鎖鏈還是比較不穩定的狀態 這個話算是稍微設計對付我們的鐮刀啊 畢竟我們鐮刀採用上四下是其實一向就非常穩定 但是我們鐮刀採用上四下 8 機會 20靠賽 這個也沒辦法 真的是20靠賽 X 海鬼 今天的話就是我們 惡魔雙殺X 的一個完整對戰 總共來講 總共來講 他至少拿了8x5的勝率好不好 多麼恐怖的東西 你知道嗎 最早說你在比賽裡面 你大概只會打到四強才會輸的概念啊 總共來講 我個人覺得這兩個配置真的是太可怕好不好 絕對是必上的啦 500%啦 沒有第二個選擇 如果你想要打穩一點 想要上位的話 但是我完全說得假 如果假設 你被K-Solidfinish被擊飛 那個真的就是命啊 真的沒辦法 畢竟這個賽場上 對於擊飛的判定 還有加強程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跟之前的暴力賽是不可同樂於 如果最後真的很不幸被擊飛 那我也只能接你說 我很抱歉 好啦 所以呢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一個 惡魔雙殺X的一個完整測試好不好 如果喜歡的情報 在影片下方 拜託